在昨天 冷氣團的影響 不過到了今天 冷氣團一減弱 大家有沒有發現到 這溫度上升的幅度 非常的明顯 中午的北部地區 已經到了25度了 跟昨天的17度相較之下 上升的幅度足足有8度之多 但是這樣暖和的天氣 也只到今天白天 因為到了明天的白天 天氣形態來說就不相同了 因為最主要 明天溫度又要再幅度的下降 因為另外一股冷氣團即將要南下了 今天中午在這北部地區25度 中南部地區也有在24.5 可是到了今天晚上 溫度在夜晚的時候 中部以北大約是在14度 早晚還是有點比較偏冷 但是到了明天晚上 從明天的早上開始 冷氣團的南下 明天中午的北部溫度上不去 大概維持在15度左右 明天晚上的北部溫度 就掉到了12度了 這次的冷氣團來 最主要是比較乾燥 所以明天的時候仍然會下雨 可是等到明天下午到晚上 雨的部分會逐漸的停下來了 到了禮拜五的晚上的時候 冷氣團強度減弱 夜晚溫度再上升 而到了禮拜六晚上15度 禮拜六晚上的時候15度 禮拜天的時候 晚上的溫度大約就在17度了 所以週休天氣晴 早晚比較冷 就來看到衛星雲圖 注意到雲圖上 台灣上空雲量減少 各地的陽光露臉 今天只有中部地區雲量多 但注意北方 北方有雲帶 已經逐漸的正在東移了 而西伯利亞的冷高壓 預估在明天早上的時候 開始帶進來冷空氣 要提醒您特別注意的就是 今天晚上的低溫 跟明天中午的高溫一樣 而到了明天晚上 北部低溫142度 而到了中部地區 到南部地區的低溫 大約在15到17度之間 所以要提醒您 明天後天穿著要保暖 禮拜六高壓冬移 溫度上升 週休假期好天氣 可以持續到下個禮拜二 小丁寧給您個提醒 要注意的是 明天天氣要變寒冷了 外出穿著方面 特別注意保暖